他们曾在很多的古装旧和抗日剧中,是演讲人咬牙切齿的大反派,人人都恨不得但其肉引其血,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,也有不少的人,不给他们好脸色看。 然而,他们在不演戏的时候,却十分的和哀,即使不善言语,也会帮助不相关的人。 渐渐的他们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赏,获得了很多网友的敬重,但是用再多的钱,却再也请不动他们出演角色了。 季春华因为凶狠的眼神,以及坏人的象征,光涛,因此,天生就很符合演坏人。 虽然他也想要演个光明正大的角色,但是命运就这样,给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,在多年的演艺生涯中,演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,少林寺就是这样的作品。 杜玉明讲的和季春华十分的相似,因此很多的网友都分不清,他们俩到底谁是谁,就连作品也经常搞混,比如《天龙八部》这部作品。 至今他已经出演了数十部让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剧,因此,很多人都尊称他为国宝极大坏蛋,虽然现在他年事已高,但依然在娱乐圈不断的努力奋斗。 近些日子有很多作品都有他的身影,迷着《无疆》里面的正义庄庄主黄玉,有天子里的孤神叫长郎,以及即将播出的江月的连生大师,《以天屠龙记》里的高僧杜恶。 李明是一位新疆的老戏骨,演过很多的反派,特别是在举起手栏,这部电影中精彩的表现,让很多人难以忘记。 不过,他本身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,那就是演出的角色,如果没有什么打怪的出现,很容易让人忘记,像是《神雕侠语》里面的裘千尺,现在都没有多少人记起来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